《鐵後語》可以說得是 街頭巷尾 星斗市民的 智慧結晶禮 在廣東境內 非常流行 他們不單止 風趣幽默 而且更好 鐵切全神 用粵語講出來 真是越講越精彩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宋曉光 我一位世侄 他自小很想 擔任 隨暴安良工作的 公安 他認為公安 是正義化身 為善良的老百姓 伸張正義 正所謂 皇天不負有心人 前個月 我一位世侄 終於被他申請 擔任公安的職務 他當然 非常高興 在他入職受訓之前 他爸爸 便勉勵他這樣說 我希望你做了公安之後 便要像 木掌刨樹 來代人處事 木掌刨樹 這句 血後語 到底是為甚麼 要明白 木掌刨樹 這句血後語 到底是為甚麼 要想想 那些專門刨木的木掌 他們在刨樹時 會採用甚麼態度 一般樹 都會有很多枝枝丫丫 當木掌 在砍樹後 他要把樹 製成平滑的木板 或木條 首先要把那些 粒突不平的樹枝樹丫 將會刨平 正因為木掌在刨樹時 一定要把那些 粒突不平的枝丫 刨平 所以 木掌刨樹 這個血後語的意思 就是專理不平的意思 因為粒突不平的不平 以及不公平的不平 是同音同字 所以那些人就拿來借用 他們對於那些 維護公正公平的人 就會用木掌刨樹 專理不平這個血後語 來讚美他們 好似我那位 考入公安授訓的細質 他爸爸就勸勉他這樣說 希望他以後 待人處事 都要好似 木掌刨樹 即是希望他 擔任公安之後 能夠專為市民 吐打不平的 作為木掌刨樹 講到木掌刨樹 尊理不平 這個血後語 就令我想起 北宋寅中期間的大臣包請 包請 他是一位 不畏權勢 慈政不安的大臣 民間一般稱之為包公 包請就是安徽的合肥人 他曾經擔任開封府的苦韻 在他在任期間 他對於那些皇親國戚 一點都不會殉詩包容 只要他們觸犯法紀的話 包公一定會秉公辦理 案律問罪 以致當時的權貴 都不敢胡作非為 當時有童謠這樣說 他說關節不到 有元羅包老 意思就是說 不收受紅包賄賭 當時只有陰間的元羅王 以及陽間的包公 由此可見 包公在當時民間的心目中 是多麼清廉公正 此外包公也會替不少含冤受屈的百姓 來生理不平 若果老百姓含冤受屈的話 包公也會不避奸身 不避得罪有權有勢的人士 來為平民百姓來生冤解脫 所以當年的民間 就有稱包公為包青天 包公為民除害的故事 幾百年來 經過小說戲劇的傳播 已經變得家如戶曉 是深入民心 在包公死後 民間為了紀念這一位 尊理不平的清官 在各地紛紛設立包公辭 總括包公他的言行作風 他的一生真可以說是 木掌袍樹尊理不平 這句歇後語 和各位說過 木掌袍樹尊理不平 這句歇後語之後 現在和各位說木掌的木字 今天說三個以木字組合而成的字 首先說木字自己本身 木頭也是木 樹木也是木 有一句成語叫做呆弱木雞 形容人們 遇到突發事件 來不及反應驚惶失措 就說他是呆弱木雞 其實這句成語 原來的意思是讚人非常鎮定 若果木字邊做個黃字 這是冤枉的枉 有時候我們用盡心血去做 但可惜最後是功敗誰成 可以說是枉廢心機 木字邊做個好 這是讀個僑字 僑伏 僑伏 什麼是僑伏 僑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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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精神是可陰可配的 若果木字邊做個枊 這是枊 即是居住 枊子 枊居 兩枊動物 所謂兩枊動物 水 入水能游 出水能跳 例如青蛙这一类就是两棲动物 古代有句言语 它说良禽杂木而棲 都是这个棲字 今天和各位讲过 外若木鸡的木字 枉费心机的枉字 僑伏从宫的僑字 以及是两棲动物的棲字 今次和各位讲解过 木掌刨树专理不平的这句血后语 以及相关资料 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以后若有人讲起这句血后语 你就不会觉得莫名其妙 好了 下一次又和各位讲解 另一句喵吹横生的血后语 记得继续留意收睇 拜拜